下了一整晚的雪 現在道路啊 樹上都激滿了雪 這是紅線的霸食幾乎 玩自然生活館區 這我們的旅館 這上面有溫泉 現在是南餐時間 那歡迎大家來故事上玩看 玩三天呢 是很舒服的慢慢玩 兩天一夜呢 也是很好 哈囉 我現在在燙魚夜市場 爸爸在享受他的飯 熱術上場 媽媽呢 媽媽又精彩的 這個是海鮮 我海鮮飯 很大一個 這個大概1080塊 這個呢 是舒服雷的吐冰 這一套是原味的 還不錯吃的 剛剛吃了一個桃子 還要吃原味的 價錢是100%的第一個 然後給他一夜市場 這夜市場呢 好多燈喔 這燈上面紅燈代表 是下一站有人坐 那像媽媽這上面呢 是綠燈代表 是已經指定位置有人坐了 然後紅燈代表 沒有人坐 所以我就在女人之后 沒有人坐 所以我坐在女人坐 沒有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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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開不動 好久了 真的 還可以現在這邊差不了嗎 太久了 爸爸已經開動很久了 我們現在來到了大月車站 爸爸說這裡有麵超便宜的 所以想要進去吃吃看 這裡麵超便宜的你看 440啊510啊120的啊 都滿便宜的 吃這個麵麵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大月車站的外面 其實很像牛肉湯澤 我們點了一個豬肉麵 這個510塊 爸爸點了一個 那什麼麵 菠菜一個肉麵 菠菜幾肉麵 菠菜全部都搭在一起 一口 好吃嗎 嗯 你要不要先讓爸爸吃 爸爸看起來很餓的樣子 哈哈哈哈 正在大月車站 準備要搭這個富士特級列車 這個富士特級列車呢 有個特色 就是日本人票選了 大概126種圖案 有關富士山的可愛卡通版的表情 所以你會看到他車廂的外面呢 就有好多關於富士山的表情 有這種可愛版的啊 Q版的啊 還有比較簡單的空白版 當然還有愛心的 愛心組合的 那這個富士特級的特別地方就是他3號跟2號車廂這裡是自由座 但是你自己還是要再加大人的話是再加特級券200 小孩的話 大人是400 小孩是再加200 才能做到這個特級的23車廂 但是如果你要做到第一車廂呢 那可能還要再追加指定期 指定期再追加再加200塊 其實也不多了 200塊日圓 說著說著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第一車廂 這就是我說第一車廂需要再另外再加200塊 我想應該也還值得吧 好帶大家走到車廂的這裡 爸爸在 指豪跟爸爸在裡面 這好像剛剛有經過下雪的地方 所以有一點下雪的痕跡在鏡頭這裡 前面這裡 這是富士特級列車 現在在大約車站 它裡面第一車廂呢 其實只要再加200看就可以做了 帶大家去看看喔 這是指定期的車廂 老闆只好是要拍帳 好帶大家進來看看 這是指定期 今天這裡第一車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富士山这里的自然博物馆这里 我们是来看美丽的富士山的迷景 但是今天富士山上面积满了富士山 那有雨给遮住了 所以我们往客不打来 大家看一下富士山的地方 好 看到那富士山 这是富士山 这是我们看到的景色 希望雨等会飘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富士山的 这个音乐美术馆现在这时间 大概快一点了吧下午 现在空气都弥漫的 有在飘雪的feel 一点点的雪景 下了一整晚的雪 现在道路啊 树上都积满了雪 这是红线的霸汐 我们要在这里等公车 你这样会不会把自己弄湿啊 不会 因为有人踩就会是什么 好 我们要在这里等公车 你这样会不会把自己弄湿啊 不会 因为有人踩就会是什么 我们等着了 我们等着Greenlight等了很久 我终于来了 来到河口湖 当然要来吃吃当地的美食哦 不动茶屋在河口湖有四间奔店 我到了这家不动茶屋 就位于河口湖车站的正对面 非常好找 店里必吃的在地乡土美食 叫做伯托 是扁平的乌蒙面 加上蔬菜 以及为正炖煮而成的一道家庭料理 有时间 各位可以来尝尝先哦 点了一盘肉 对不起 咖喱丼丼 等待了 哦 太棒了 太棒了 没有饭 蛤 大只盘子大 盘子大 对 那我们的旅馆在那 现在盖了一层布 我们现在要搭船了 我们搭三点的船 这是我们要搭的船 爸爸你有在拍我吗 哦 这是我们要搭的船 河口湖游览船 是20分钟的小旅行 从湖上调弯的河口湖的城镇 专利的山脉 可以说是把整个山里线的360度紧收眼底 引收力是法语的观线良好的意思 船只航行在湖上 船上会有导览风景的介绍 有中文 英文 日语 三种 我们现在走到河展村 小河展村这里 这有一堆房子 长得很像河展村 然后 这里是入口 在这里买票 今天临时修馆 看 今天临时修馆 这是入口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9号 我们现在还在河口湖 早上9点半 现在呢 河口湖今天天气超棒的 都有蓝天出现了 连上面那个缆车 都清晰可见 哈啰 早安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9号 我们呢 已经在河口湖待了三个晚上 那现在我们在坐 富士特级的最慢的列车 要停17站 才会到大型车站 然后呢 现在整个车厢呢 都没有人 然后那个 因为这是慢车 所以没有人要搭 关于富士山三天的行程呢 第一天呢 我们就是 抵达的当天 就没有行程了 直接到旅馆楼上泡文泉 然后呢 第二天呢 一大早 我们就搭了红线 搭红线去河口湖的生活馆 本来要拍富士山 但是天气太差了 就没有拍到我们之下 红线的话 我们也有去一个音乐厅 深之美术馆 音乐厅 深之美术馆 那里面有很多的演奏 那个演奏呢 都还都不错 那 子豪说说看 演奏有哪些不错的啊 演奏它的自动乐器 是最大的歌手 对 它有很多自动乐器 里面的乐器呢 都架足连成 那还有一些 文物的表演 第三天呢 我们就去了 下大雪嘛 所以很多地方都挂了 像是蝙蝠洞啊 冰雪啊 所以我们就只有到一个 有和展村之称的 一个小和展村看 但是因为它光我们 就只要在门口拍照 哈啰 还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列车 因为特别的赤 这是这个列车会停的站 总共有17站 就这些站 看起来很多 但是慢慢做 一站大概停两分钟 其实跟你 你要迪达的时间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差十分钟左右 各位可以 坐这个 慢慢的车 慢慢快 各位每一站停两分钟 当然 故事站这里 就停四分钟 但是时间上 都大约是开来的 这个就是它的 慢车的 每站都停的站 好 就是这样啊 有星星的灯 好 这个船面对罚学场 这个船面对罚学场 拍一下灯好不好 好 按 哇 这里好陡喔 我的老天爷啊 罚学场现在好像没什么人 好 明天很温 这是 电视机小小的 然后这里有个Table 然后这有一张船 那里一张船 可爱的星星灯 MURO可能就是因为 整个翻新油 镜子的关系吧 然后镜子上面还有小矮 小碗轮 现在要坐这个楼杆车了 好累啊 爸爸在这儿 子豪一定是拿过去 我们刚刚从那一段滑下来 超抖的 根本就是红线 好恐怖 好容易 经过千山万 万水的 我 到楼杆车 现在我们现在坐在楼杆车里面 我只在坐在往前面的方向 天见 现在在 田淡滑雪场 就是神乐滑雪场的一个区域 现在是12点 我们在吃午餐 我们 他知道他鸡都被吃完了 这个还有弹阳鸡就是 这个还有弹阳鸡就是 他一样他没有吗 对他 只要他有一样不是吗 你有了 牛肉汉堡肉 放无限供应 好吃吗 汉跟饮料 无限供应 对 汤啊 饮料 无限供应 他现在能吃 然后我们后面是黑线 我们要学到 恐怖吧 那只美丽的田太湖在那里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号 我们现在在苗场 今天苗场的人特别多 好 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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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